由文化局主辦南投縣美術學會城辦的 親近藝術巡迴展 日前來到水里國小展出 希望能夠讓藝術走入偏鄉 帶領鄉親民眾一起感受藝術氣息 這個藝文中心可以說在重建之後 本來是作為生態教室之用 那比較空曠 那由於在利用上面比較不方便 那經過歷任校長 還有學校老師的努力 慢慢的把這一個地方就變成了一個 學校的一個藝文中心 那這一次的展演 我們非常感謝南投美術學會 在我們學校的一個校友 也就是黃寶宇 黃老師的引建 能夠把南投縣美術學會的 這樣的一個所有大師的展品 可以在學校裡面展出 這次展出的作品相當多元 包含油畫 水墨 水彩 以及雕塑藝術品等 展現縣內文化的軟實力 帶給觀賞者耳目一新的感覺 讓議員陳淑惠也表示相當的肯定 我們南投縣政府文化協議員的一個展覽 雖然來到地方來展覽 這些議員作品 就是要讓我們在地民眾 可以接受藝文 讓他們知道藝文和文化是一個結合 雖然就是要照著這些藝術創作者的作品 在這裡展覽 讓我們在地民眾可以親近說 他們的水墨 還有水彩 還有雕刻的這些作品 能夠走進校園 其實我們很高興就是我們屬於在鄉下的學校 那小朋友可以透過這麼近的距離 然後來接觸到藝術 那希望這樣子的巡迴 可以讓他們除了在電腦上看到一些圖片之外 然後接觸到真正的藝術作品 讓他們可以有心靈上的啟發 水里工商洪春城秘書 在校內擔任美術老師 同時也是南投縣美術學會的議員 而在這一次親近藝術巡迴展當中 也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其實藝術創作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可以陶醉 甚至可以投入的一個生活領域裡面 那透過這種藝術的美感教育 希望能夠啟發每個孩子 對他生活周遭事物的關心跟關注 多元豐富的藝術作品 帶給民眾視覺的絕佳饗宴 歡迎民眾有空時 多參與藝術欣賞的活動 增添生活的色彩 民意新聞楊智凱 洪家宴 水里採訪報導